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出发了 你看那边海 看那边海 老板海干那么天啊 第一天我曾在 有海 海是一山浪金几山 I'm telling you 咱们刚来的时候 还记得咱们每个人 都写了一个心愿评吗 记得 给对方写了一句话 对 去拿一下吧 走 每个人的心愿评拿一下 然后读一下 我挂在哪儿啊 在哪儿是吧 每个人拿一个吧 拿自己的还是随便的 你怎么知道 我拿了唐诗艺的 我拿了莉莉的 我拿了赵梦的 还要拿自己的啊 成锋了啊 成锋拎着六个成锋 成锋了 没成膜 娜姐跟静姐 这不是开头一个人拎一个吗 来吧 打开心愿评 看看当时自己 都写了什么话 我现在回看一下 熟 刚刚开始吗 来吧 小爱 说说它 吸我 是用工帐买的吗 是 什么呀 回扣了二十多块才能够款 我问某某 我说那你看 咱还跟他们说吗 我应不应该招呢 我一看 开个店把我们都开抑郁了 你也太近了是吗 这个头 对 又一天晚上我一 这一幕前大家自己脑补吧 一会儿不想读 显得有些扭孽 也不知道会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中 把这些读出来 感觉我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你不觉得吗 你的摇个梦也是我的摇个梦 我很期待 我们未来能够一起见证 彼此的摇滚精神不死 莉莉 你评价好高 我敬你一个吧 夸到心坎上了 是不是 教练 我的感受就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过半的时候 有好多的话 一张纸写不下 然后可能就是 好 那里会有不一样的天空 你是我乘风破浪的时候 第一个选入队里的队员 小神童超级厉害 孝莲 多了大家 然后我也觉得这个过程 好 好 好 相伴到老外 来吧 拿出你们的八百字小作文好吗 我写的是最少的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你看 没有你我可怎么办 我写的 好了我原谅你写的少了 在那个时候还挺和亲和亲的 就是他后来告诉了你才知道了 所以你靠近我就是为了想多认个职 你是多想当姑姑呀 写了三段牌 笔心 三段牌 就让我吸耳供听了 我帮你读 整不行了 你们 你自己读吧 我受不了了 你读 你脑子行不行我来了 吐烈脸 从认识你 就被你坚韧的性格所震撼 聪明的头脑所蛰伏 敏锐的感受力所打动 只见证了你的高光时刻 你写歌词呢 你还压抑 他真的有那个歌词的那个 不要了 那叫什么 你收藏的那个叫什么 21天 你能看到一整个这个过程 就是这个就是使用前和 昨天是使用后 很奇妙 就突然觉得 什么产品这么好用 无非就是那个跳水吗 这么好用 越海产品 兔小爱 怎么你对别的女人都那么温柔呢 对 小爱的 自己点亮周围 你不笑的时候也很美 对 一个 感性浪漫 叫我开心 交到了这么多真朋友 你看他那个表情 在那个之前 我们浅浅的见过 然后一会儿我写的都会吓死你 我看看你怎么 你要怎么震撼了 我听听 麻烦 对你有了更 也期待 我们未来一起唱歌跳舞玩耍 为什么没过写个歌词 没过写个牌笔记 不知道为啥就是跟你在一起做事的时候就很放心 无论是从浪简还是到现在 我还记得你一开始说喜欢我性格的时候 那是我强忍的表现得很淡定 其实我非常开心 是吗 就KTV里的时候是吗 我忘了你是在哪儿说的 KTV里面说的 然后我想 他要跟我谈心 谈什么呢 是要谈话 感觉要开除了 我做的领导力 我的感受就是 我觉得还有空间 还有余地 行了 领导 领导对我们 领导对我们的表现不满意 回去整改 我觉得还如果再来21天 或者离开月海后面的未来的日子 还能让你们再对我有改观 我是一个特别慢热的人 能把这个 这个能看见的人绝对需要时间 就得慢慢悟 我一直觉得这个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快活能够出来的东西 有的时候就得慢慢炖 还有空间 这画挺有脚头 哈喽 你好 先要称体重 这也太羞耻了 体重麻烦帮我们避掉 这个是不能播的 啊 我先声明啊 谁播了我要跟谁给谁急啊 撑一下吧 我也不知道我最近体重 可能是胖了 衣服穿更多 谢谢 这是辣椒吗 这是辣椒吗 我喜欢的 哦 你喜欢吗 你想把它放进去吗 你也太能吃辣了 他直接吃小米辣 我进了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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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喜欢 辣 辣妹 小辣椒 辣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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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看见糖生意很够 去鬼屋第一件事儿涂口红 真是 你先练上板下板 然后练慢慢往前雇用 上去 那脚上去 好 你得先站好 对 如果你站不稳的话 那你就没法滑 我脚应该是这样弯的 对不对 就稍微有点弯 你这样就能稳 这个太靠后了 这样就用绝把 这个脚在里面的 踩在这个钉上 这个稳了之后 这个重心是往前面的 它其实是一直调整的 它如果往内侧滑的时候 它就是在前面这样管 然后外侧滑的时候 这个重心就往后边点这样管 所以它就是前后 前后这样的一个重心 我会有什么 什么 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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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下呗 谢谢 对 您做一个样 打个样看看 都不知道怎么站 你看 哇 电台上去 哇 我天呐 妈呀 这能玩都明白了 太难了 哇 怎么 严教练 要帅 算了 这肯定要帅 教练自己都帅了 谢谢 你好 这个如果全程趴着可以吗 可以 孟姐 咱俩一起吗 走 走了 走了 太疼了这个 叶 叶 太疼 疼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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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穿好背带 待会儿出去怎么玩 我们会教你 好 好 你好 先跟你们说一下 万一真的掉了 把头抬起来 不要喝到水 它怎么样会掉下来的 这些故障或者是风向不稳 有可能会落水 明白 已经上了贼船了 下不去了 我有点后悔过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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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 这么大 这非常天辣 我妈妈 我恐高 这回事 我害怕海 这怎么办 哇 但是你看到下面是海 应该比看到下面是别的 要来往里面 你对恐高有误解 对 对 你先走 你可能可以再次走 是的 我可以 等会儿是要一个一个花吗 对 你可以再上 我们决定派出唐桃 唐桃先生 哇 来 飞呀 唐桃飞呀 唐桃要上天了 哇 哇 我感觉好爽 这个 哈哈哈 他还能在上面做教训 哇 这有点康弗尊乐的意思 哈哈 他真的蛮像在表演 杂技的 空手匹插 他怎么不上天呢 他已经上天了 毫无畅 太棒了 不错的 朋友们 基本没有痛苦 除了在上面会晃悠 就是会左右前后晃悠 我们不要往下看 我往这里来 不要往下看 不要往下看 手放松 手放松 为什么会晃 上面松井好厉害 刚好赶上太阳下沙 哇 只要不往下看 还是很美的 舒服 你看 享受 我又很享受 这怎么有点不稳呢 光光响怎么回事呢 差不多可以放我下去了 差不多可以放我下去了 有点祸 可以了 可以放我下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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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害怕死亡吗 所以咱们现在讨论一下咱们的木志明吧 我的木志明是 真挚热烈的存在过 我之所以会当艺人 就是觉得死去之后 能够有很多人还记得 就算是不记得你的人 你的作品还能够有流传 对 所以希望死了以后 在木志明也能够体现自己的这一种态度 那我能给自己立个无自卑吗 你跟我想法一样 你为什么也想立无自卑 所以你还要立无自卑吗 我不立无自卑了 那我写字吧 我就写这个女人自由而温柔地活到了最后一秒 所以她的离开也毫无遗憾 我希望成为那样的人 然后我会在下面附一个二维码 请扫码 这叫扫墓好吗 扫完能怎么样 就是你的一个非常精美的PVT 就是里面能有一个很长的介绍 因为这个墓实在写不开 对 写不开 我刚刚想的就是说 我在上面一定要先注明我是谁 能给写不下那么多戏呢 你也弄二维码吧 等到咱们八十岁那一年 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墓碑了 谁还要往地里钻 现在我就觉得我将来不会是墓碑 那就是那种时下最新潮的 元宇宙墓碑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像 你看哈利波特里面 那种幽灵不是人死了 就像幽灵一样 飘在空中 对 他也活着 你也还跟他交流 我觉得未来他肯定就是 人死之后身体是去世了 但是你的意识就上传到 另外一个空间继续搞存 所以你还是可以跟 现在的人交流 谁啊 真是 我居然还跟他接 在二十七岁的火焰里 三十岁就像是大山江 可时间对我手下留情 正怕年轻没想像中空 剧 只要照眼灯巴离我而去 爱我的人依旧温柔肯定 用喜欢的试验或自己 是我做过最骄傲的决定 那我说我这么轻快 怎么生出你这样的闺女 生活还是不能自立 看你以后怎么嫁得出去 我笑着说请你别担心 追悟我的人拍了好几宫铃 找一个人会喜欢拖地 我在一旁唱着歌给他们听 在一旁唱着歌 这音乐不会暂停 这音乐不会暂停 我说风就是你 管它什么 算是海底 我躺着眼和美 美 美丽 没想到三十几岁出头 没想到三十几岁出头 会在海边遇见一群伤雲 它们拥有高潮处理 和宇宙发解释的怀孕 情 哪怕明天就破产打击 我梦依然笑得放肆 我梦依然笑得放肆美丽 这一出青春的分电影 成为我人生的高分回忆 管它什么 年轮痕迹 你要有你的脾气 管它什么 乖与爱去 你要有爱的勇气 管它什么 家具 要相信你的证明 管它什么 算是海底 你的娘都很满 多么希望这一刻 能够这次停留 既然无法停留 别留恋 别回头 啊 管它什么 年轻 只要音乐不会暂停 管它什么 安定 我还有你的脑袋 管它什么 天 都很安静 无数风就失业 管它什么 算是海底 我通知也很没 没 没你 没你 anti 都 Perry 都 hyvin 都精深 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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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k 好 好吃 出面 二粗 我吗 어 是的 新搭档 最难忘的是 你给我准备的惊喜甜品 很好吃 你的声音很好听 和你一起唱了 Fly me to the moon 这首我很喜欢的歌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 下次我们再一起唱吧 其实之前在《乘风破浪》结束的时候 我就想弄一个同学录 没想到这个在我们乐队海边实现了 细星 这咋山西口语都出来了呢 Jessica 你总是看上去不在乎 但我懂你一直以来的细星 和默默照顾 椰子 我给Jessica喝一个吧 多过的 你懂我 就像我懂你 这不是我说的吗 Jessica 你咋还偷我的话呢 6 7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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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的留言 看似的结束有可能是一个全新旅程的开始 我在这个节目里有了太多的感触和启发 我相信我们都还会再回来的 烟花枪林大雨中的 Last Dance 一面天空上再放着非常浪漫的烟花 然后一面我们抱着头 然后向远方跑 很越海式的荒诞神威 下次见 我觉得我们会开创一个属于我们 独特的氛围和风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